台湾电视台节目真是让我开了眼 专家说甘肃天水麻辣烫 是因为大陆人民太穷所以爆火 每个小时一下子就能够让自己保肚子了 虽然只是一点点 比如说不到500块新台币的这个情况 这个表示人民变穷了 他不敢消费了才会造成这个现象 我一个普通人太穷了 茶叶蛋十多年都吃不起了 榨菜也只是下面调食放点 榨菜是让中国吃泡面的时候一定要加人 那这个业绩好的时候 表示中国到了一般的中下阶层的 他们是过了不错的日子 因为他们都吃泡面可以加榨菜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培林榨菜最近一段时间股价大跌 为什么业绩大坏 为什么业绩大坏 他们连榨菜都吃不起了 他们连榨菜都吃不起 麻辣烫响都不敢想 更别说打电话了 在这里我不得不夸奖我们台湾人 真的动作效率真的很坏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台湾 那个叫什么 那个手机费用忘记付 你知道我去付完之后 30分钟就恢复通话了 我们街边连个电话亭也没有 甚至快递都要好几天才到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 你没见过不丢人 但是没见过乱讲的话 可是真滑稽 此话一出 网友表示坐飞机去吃麻辣烫 吃完坐飞机回家 我太穷了 只能大飞机去吃小吃了 对此五星评论家迈克阿瑟表示 他们说的我都能理解 但是听到之后 我还是极为震惊 大型纪录片 弯弯专家 持续为您播出 无锡汤包跟扬州镇江的口味差不多 味道烧甜 鲜美无比 是当地点心中的畅销货 由于江南包子中都有蟹粉 因此味道极为鲜美 而且包子中呢 是有汤汁的 一定要先咬破包子皮 吸进汤汁 再吃包子 才是真正的行家吃法 无锡汤包 味美价俐 曾经在悠悠暗暗 反反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并并淡淡 匆匆融入才是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4 明镜 4